新西蘭皇后鎮警方10月26日表示 一個來自香港的51歲遊客 在當地戰鎮附近的旅遊景點行山徑撤死 警方希望聯絡到死者的家屬 呼籲公眾提供資訊 事件發生於10月22日 據新西蘭傳媒表示 死者在行山徑出現呼吸困難 隨後有其他行山客 試圖用心肺復甦發救他 但可惜還是救不回 在現場離世 警方說死者是7月27日 由澳洲飛去新西蘭 但不知道他之後的行蹤 相信他是在皇后鎮地區住宿 但撤死事件發生之後 一直都未找到他的住處 也都沒有人報告他失蹤 新西蘭警方又說 死者原定10月18日會離開新西蘭 但最後他都沒有登上飛機 並即時是蘭atch 哲聖機